影片中提到的网站位置均在下方说明栏 等了好久,Raspberry Pi 4 终于逐渐正常供货 价格也逐渐恢复正常 立刻下单购买 也下单购买无风扇散热片 好 嗯 好 到PiGoer Player官网下载程式。 使用Roofer烧录制SD卡。 纯音乐串流播放机。 PiGoer Player只要烧录好SD就可开机了。 不像制作萤幕那么多手续。 但是有些细节要注意。 这是整个音乐串流的系统架构。 以网路交换器为中心。 现在制作的串流器就是左上方这块。 Raspery Pi 4是纯播放器。 必须让它的环境单纯。 首先,使用有线网路不要用WiFi。 其次必须是Tedlus无萤幕。 但是,我觉得播放器要有萤幕才酷。 所以额外加一片Raspery Pi 3专制荧幕显示。 以WiFi和Server连线,和Pi4不同网路线。 只用于同步播放显示。 Pi4以USB接到DAC内的Eminero。 由DAC转成类比声进入音响系统。 另外右下方的PC,所有音乐都装在里面当NAS用。 也安装了DAC file作为伺服器。 我觉得DAC file对各类音乐档案的相容性最高。 尤其是点Q档。 注意,从伺服器到Pi4Player,都是有线网路传输。 最后,用一台平板电脑或手机来控制音乐播放。 或是用Pi3的触控LCD萤幕来播放音乐。 这样串流播放器功能就相当完整了。 现在可以将安装好PCP的Rasperry Pi4接入系统。 开机后,登入网路AP查此机的IP。 将此IPKeyn到浏览器就跑出此画面。 选Resize FS。 调到200MB以上。 在SqueezeLite内设定所要接的DAC。 其中Name of Your Player要改名,因为系统有两片PCP。 我的DAC是Arminero USB。 此处设定供参考。 Wi-Fi Setting内。 将Wi-Fi及蓝牙都关闭。 在Twix内,hostname一样要改掉。 这几项全部设No。 没有安装萤幕,请关掉HGMyPower。 CPU请按画面设定。 Advanced Overclock内,Force Turbo设YES。 LMS内。 不让LMS启动,因为我们使用外部Dafile当Server。 重新启动后,连同有萤幕的Pi3 PCP一起开机。 当然,含有音乐资料的PC及Dafile Server也必须开着。 在Pi3萤幕上按Choose Player。 看到两个Player。 根据我们自己取的名。 上面是Pi3,下面是Pi4。 选PiCore Player,Pi3。 选Settings。 选Synchronize。 再跟PCP底线MNero,Pi4,同步。 在平板或手机浏览器上进入Dafile Logo画面。 也可以同步两者。 播放音乐。 Pi3萤幕就会同步显示播放的音乐。 其实,音乐串流器可以很简单。 只要一片Raspberry Pi和一个5V电源, 及一个USB硬碟或SSD存放音乐, 就可以接DAC发出声音了。 也可以将萤幕接到HDMI输出。 如果只要求有声音, 一片Raspberry Pi就能完成所有工作。 但是要有High-end声音请按我的方法做。 使用USB接DAC, Pi4声音远剩Pi3。 因为Pi3的RJ45网路和USB是同一条Bus, 对声音造成副作用。 Pi4则无此问题。 我甚至觉得, Pi4加PiCore Player 略剩我的老笔电加Dafile。 所以,Dafile一座音乐伺服器用。 目前,系统动作验证完成, 接下来要装机箱。 即做一个好一点的电源 给负责声音的Pi4使用。 敬请期待! 明镇是什么期待 明镇是什么期待 系统动作验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